自8月发射失败后经过89天 北韩21号晚间从西海卫星发射场 第三次发射了军事侦察卫星万里进一号 北韩宣称透过新型运载火箭千零马一行 卫星成功地进入轨道 并公开了金正恩现场视察的照片 可以看到金正恩笑容灿烂 与一旁的技术工作人员一起欢呼 但更令人注目的是金正恩似乎出现了明显的白发 而且现场也没有看到宝贝女儿金主爱的身影 北韩到底有没有成功发射 美国日本南韩皆无法轻易判定 因为今年5月与8月两次发射失败 其中南韩军方还在第一次失败时 曾经打捞出坠海的卫星 发现北韩侦侦察卫星的解析度只有三公尺左右 属于解析度相当低的卫星 仅能辨别敌方的舰艇战车还有货车 但如果北韩往后追加发射多颗卫星 可能对南韩国安上构成不小的威胁 其实北韩在1988年就曾经发射光明星卫星 之后共发射过五次 2016年的光明四号更是完全发射成功 至少在轨道待了七年之久 直到今年才脱离轨道 而南韩军方当时虽然证实有物体进入太空轨道 但其实并未发现该物体有发出讯号 因此认为它是一个无法正常运作的卫星 不过北韩卫星技术大大超前南韩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东西文国际中心综合报道